謝謝大家這一路的支持 我們人類圖系列呢 會一直這樣子慢慢的出下去 那如果真的有幫助到 非常的開心 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過幾天就是我們2022年了 新年快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文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瑞昕 今天呢是九大能量中心的倒數第二集 心臟貼 那也可以說是意志力 或是EGO 意志力呢 我自己當時的感覺是有量的人比較少 對不多 百分之三十幾 這幾年呢我這樣觀察下來 我覺得 欸EGO有量跟沒量 對於沒量的人我覺得影響蠻大的 對 EGO中心他講的就是物質世界 然後他的主要的功能是在溝通一些 例如意志力啊 或是自我價值啊 或是自製力啊 自尊感 我們現在身心裡很喜歡講的那種小我 是你內在我的意思嗎 也有人會說是我值 就是內在的一些執著 內在的一些在物質世界上面 你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這個中心沒有定義的人很多 像物質世界他會講一些競爭力 競爭力也是在這個中心會去探討 所以常常EGO中心沒有定義的好比你跟我 我們常會看不見自己的價值 覺得自己不夠好 所以呢就會想要做更多 然後對於別人承諾更多 讓別人看見自己 我們總會覺得自己是不值得被好好對待 而且因為我剛好是EGO完全空白的設計 一直有一種真的是看不到自我價值 會很想要說很多 然後去達到 然後去證明 對 但我覺得在三四年前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發現啊 其實不要比較好耶 不要講那些承諾自己的 可憐超難的 對 因為我發現講了之後 如果沒做到 我變得過度在意的時候 我就會過度的自我譴責 對 劈探自己超愛 我怎麼可以自己沒有做到 對 就是回到你的內在權威是什麼 回到你的策略去做每一個決定 然後呢 像我自己是EGO中心沒有定義的 我以前啊 就可能會勉強自己不想要去的邀約也答應 然後 然後就搞了自己 例如可能身體不好啊 然後身體出一些狀態啊 可是慢慢我學習人類圖之後 我只會跟別人同學說 我們先站定好了 而不去 馬上就說 我們一定要那個什麼日期 什麼時間點或幹嘛之類 我也是耶 我都會說先站定 因為我覺得就比較不會給彼此壓力 對 假設說你是一個EGO中心沒有定義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訓練關於承諾這件事情 不要對於每件事情太多的執著 或是說一定要承諾答應的就是要答應的那種狀況 我自己就是 我以前跟我一個比較好的朋友就是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意志力中心有定義 他每次約我 我好像就得答應 然後我就會很害怕說 如果反悔的話 我可能被他封鎖 我常常看到他封鎖別人 因為別人答應了沒做到 然後我可能內心我就是一個膽小鬼 我看到他封鎖別人 然後每次他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說到做好 可是有時候並不是我們每次出去 每次都開心 可是慢慢的漸漸的 我認識人類圖之後 我就會開始跟他溝通說 我可以現在答應你 但是呢 我有可能在當天 我們前一天 我們再來做個訓練好不好 他一開始覺得我很鳥猛 龜毛 可是慢慢的 我常常在透過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慢慢的能夠接受 我們就會達到一個平衡和諧的狀態 這個真的是需要時間 然後久而久之呢 他聽久了 他自己也會觀察嘛 他就會能夠理解說 原來世界上70%的人以上 都是沒有EGO中心的 他們不能亂下承諾 那朋友就能夠慢慢理解這件事情 他就能夠放下很多事情 就不會一直在封鎖別人 他接受了 他放下了 就是人類圖給我們最大的禮物 就是我們並不是要改變誰 對 當然可以接受 這個世界上原來跟我不一樣的人 我自己觀察那個EGO有量的人啊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都不太說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說到要做到 然後我那時候發現 因為像我的自我價值 其實如果別人給我 我覺得 原來我是這樣 我會有一點就是 原來我在做這些我自己沒發現 所以別人跟我講我接受 並且給我力量 但是我自己觀察 然後身邊有一位那個小姐有量的話 她是別人跟她講 她否定 她是有量 妳真的是一個自我價值 只能自己給自己的人耶 她說我知道我做不夠好啊 所以那不算 我通常看到的是 一國中心有第一 她覺得自己很棒 她也覺得自己很棒棒啊 可是她自己覺得 無法接受別人的稱讚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她有量 所以對她而言別人稱讚就是 喔 就這樣走了 可是對我沒量的就是 我空白啊 所以她進來之後 我會留著 然後並且變成我的力量或是什麼之類 然後再出去 但是妳會懷疑別人的稱讚嗎 像我就是會說 蛤 妳是在說我嗎 沒有這樣子嗎 我有這麼好嗎 我以前會這樣子 但我現在就比較好 講一下Ego中心有定義 有定義的人呢 你們在工作的時候 最好就是 工作跟休息要需要一個平衡 喔 不能一直做一直做 因為Ego中心它動力中心 它是一個小電池的概念 一個是衝刺 在最後短時間內把工作做完 喔 特別是如果妳的設計裡面 妳不是生產者 妳沒有大電池 然後妳擁有的是小電池 妳更要 注意這個所謂工作跟 休息達到一個平衡 我覺得有量的人 他們那個毅力也是自己給自己耶 對 妳跟他講說 喔那個誰做什麼隨便怎麼樣 那個誰幹嘛隨怎樣 對他們而言 我看他們好像就是 喔 嗯好我知道了 但他們自己的那種 毅力跟堅持 還有一點固執 喔 對啊因為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中心關於是小我 還有一種內在的自我的那種 執著力 毅力 非我的時候就是會比較自我膨脹 覺得自己好棒棒 然後 或是強勢或是固執 也會有一種不健康的狀態就是 我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 會去強迫別人做到 跟自己做到一樣的東西 老師那妳剛剛說有量的耶 跟物質有關係 如果我自己觀察 愛情呢 好愛 我正想問你 真的是活在這個物質世界的人 要跟你們說 就是Ego中心有定義的人 你們愛情不正常 當然 你們也可以超脫物質啦 因為我目前看到有量的人啊 真的就是 我要很有錢啊 我要賺錢啊 就他們會這樣子跟我講 就是文文 你可能應該要先放下一些 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你現在應該以賺錢為第一 這個時候他就在制約你了 我就只說 可是 我想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啊 他說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20年後 30年後 當你真的需要用錢沒有錢的時候 我說可是 我現在如果不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以後真的也做不到啦 我說我應該用我現在的身體 跟我現在的狀態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沒有 未定義的Ego也會啊 在過度的時候 對啊 我們這種未定義Ego也是會 因為學習這個運用能量中心的時候 未定義就是會吸收嘛 倍數的放大 所以Ego中心沒有定義過 我們可能也在年輕的時候很揮霍 很物質欲 這都是一個經歷 可是等到某個時期那些東西都經歷過的時候 你學會了很多教訓的時候 真的 聽講現在為什麼卡債啊 一堆債務很多的話 就百分之60幾的人都是未定Ego中心的 對 因為我覺得有量的人 他們是追求 但他們會自己達到 我覺得沒量的人在 我年輕時候不健康的時候 我好不容易賺錢 我開始有錢了 對我而言 衣服就是要買不停 對啊 就是非我的狀態 我需要嗎 我不需要 但我就是覺得 大家都在買 大家都在花錢 Ego中心講的也是比較嘛 別人有 我覺得我就是也要有 然後就會更追求那種物質的東西 老師那空白的Ego中心啊 你有什麼建議嗎 建議哦 你就是要不斷的催眠自己 就是我很好 我很棒 然後我不需要那麼多物質 來去支撐我 來證明我自己是誰 哦 這個真的要不斷的訓練 然後不用跟別人 一定要比高下 我們常常會覺得 你有我一定也要有 然後你到這個成績 我一定也要到這個場 如果你是一個Ego中心 沒有電影的話 你可能常常有出現 腸胃的毛病 你可能會有心悸的感覺 這些都是在告訴你 身體的一個警訊告訴你 在這個中心的運作過度 我覺得這樣的話 真的是蠻神奇的 因為我 我就是個心上完全沒亮的人 好像因為我媽要 帶著姐姐跟哥哥回鄉下 但沒有要帶我回去 我不開心 為什麼我沒有 我當天下午就不舒服 很小過小 然後被送去醫院 然後就檢查說心率不整 然後我就被載回鄉下 所以我從小就發現自己心臟沒那麼好 然後長大後有稍微定期做檢查 還OK 但我真的在累的時候 我心臟會第一個不舒服 就是這個人類圖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學會觀察 就是你要了解自己 不用跟別人做太多的競爭 不要對自己或是別人做太多的承諾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些承諾呢 也並不能為你證明些什麼 有時候就是 不是說人生一定要被 看見 或是在舞台上發亮 也就是最好的 好的 以上就是九大能量中心的EGO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人類圖系列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斯祥 下來 ар